希望改成基数部分的话 那一样嘛 我的回圈范围一样1到99 那值差别就是说我希望怎么样 在这边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它这个I的值啊 能够被2整除 所以这边叙述嘛 1负 1负什么呢 1负I的值能够什么呢 加一个% 有没有 2 除以2的值等于什么 等于0 等于0要两个哦 OK 那VBS就打一个 那冒号之后的话Enter 如果它能够被2整除 所以这个叙述就是能够被2整除的话 那我就让它跳过 跳过的叙述就Continue 所以你就打一个C 其实Eclipse有个优点 打个C之后Continue如果你拼不出来 你用选的就好 Enter Continue就出来了 这样的叙述啊 特别水哦 那就是这个就是基数的加总 我们来看一下理论上 这个叙述就是 如果他能够被2给整除的话 他到这边呢 他就跳过 意思是说 他就从这边就跳到上面去 而不会执行下面这一行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 所以一般书里面去处是Continue 因为Continue就继续 可是反而你要翻很麻很难翻 就把它当成 我自己翻啦 我翻成跳过 应该跳过就比较好理解啦 有没有 跳 应该说跳过这个 就从这边再跳回去的意思 OK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执行 理论上的话呢 他应该就是变成 一二不是嘛 三五七九一到九十九的加总 所以加总的结果的话呢 那应该就是 2500 所以一 头尾相加嘛 OK 那再乘以总共的 所以理论上2500应该是没错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不过这边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不用Continue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更快 其实像这边 那为什么 因为刚好有这个Continue的叙述 所以我刚好想到 用这个范例用Continue 但如果你今天不用Continue的方法 这个把它注写掉是不是 其实最快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这边逗号怎么样 加个二就好了 OK 那这个逗号二意思说 一 step二嘛 间隔嘛 就三嘛 五七九一直到九十九 所以这个结果会不会一样呢 执行看看 也是2500 对吧 OK 好 不过有的时候啦 我讲过程式没有标准的啊 有的时候你刚开始想的 跟你最后的那个程式 可能还是有落差 因为刚开始写 没有想的那么的全面 所以有的时候会 会可能没有写的那么好 就后来说对哦 明明就可以加一个逗点二 这个为什么不加一下就好了 好 不过有的时候你可能想会 因为电脑的逻辑跟人逻辑相对的还是一个落差啦 所以有的时候你想的第一个还是会可能会想到这个方法 不过后来说对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带过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continue来做 那再来的话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叙述就break 那break是 如果我今天假设我不用step 但是我还假设我这边的范围非常的大 可是我只要我到200好了 可是如果今天呢我希望到 哎99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我就不要继续累加的话 那另外也可以把这边叙述啊改一下 这个一样做一个逻辑看断 不过就不是一个continue了 你就是加一个break 也就是如果什么 如果这个i的值怎么样 大于99的话 ok 那意思就是到100 有没有他123是99了 那你就不能再累加了 所以呢你就要什么break 这边就要break 透过这个方法 就可以怎么样如果你的范围超过了 那可能我可以在回圈里面呢再加一个停值 不过这个值也许哦 可能不是固定的啦 也许是个变数 当这个变数出现的时候 那当然他还没跑完 那你就到这边停下来了 有时候说这个99这个数字是一个变数的话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我们来看 理论上跑到1到9 应该理论上 这样也应该是结果也会ok 有没有1加299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第一个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continue 计算偶数部分 画面先黄点多一下 那再来当然我们可以利用那个 这个step 所以你在后面加个0.2 那最后呢有提到有一个 叙数 除了continue之外 还有就是如果你希望让回圈 虽然他还没跑完 你就让他停下来的话 那你可以透过break做个叙数 ok 试一下这部分 break 然后step 这个在 云端上其实 都有放这个解答啦 讲义里面其实也有 那再来后面如果做完之后 各位可以想想看 后面有一题更困难的 请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一个 Judadson网表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一个Judadson网表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一个Judadson网表的话 我今天要输出一个Judadson网表的话 就算了